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炮 最近呢 经常在视频上看到深海巨物 深海巨物呢 其实对冬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秘的 今天呢 我也整了一点深海巨物 鱿鱼须 每个鱿鱼须是不是都很粗壮 我的手臂有一批哦 今天呢 我们整了6条什么鱿鱼须 我们就把它炒一个椒盐鱿鱼须 没为止一口 好 鱿鱼须已经清洗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它的这个足先给它处理掉 因为这个吸盘在海里面也不知道吸过什么东西 我们也就不吃它了 好 我们接下来将鱿鱼须切成厚厚的薄片 接下来我们将鱿鱼须掏一下水 开火 倒水 放入油一区 生姜 葱 来点料酒 我们接下来炒油一区 开火 来点油 葱姜蒜爆香 放入油一区 来点逆滋 来点逆滋 逆滋 逆滋的椒盐 好 可以了 出锅 六条手臂酥的鱿鱼腥 炒出来只有这么一点 缩水有点严重啊 我们先尝一下 第一个粉丝先吃 是那种秋爽糖牙 吃到嘴里还有脆脆的感觉 这游戏区啊 我就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孜然炒了 另外一种是用椒盐炒了 包也就是用辣椒爆炒了 但是呢椒盐炒的这种味道呢 我觉得是非常nice 这种椒盐的制作方法呢 你可以看看我前面的视频哦 底下视频里面是讲到的哦 椒盐皮皮虾 它这个味道相当好 跟下饭 咖啥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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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就留给我女儿去吃 她应该必然喜欢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